嗨 大家好 大家好 不管今天雨天 原石气象在您身边 欢迎来到上海气象的时间 午后的雷雨不少地方是下得又大又急 不过会让人嘴角上扬 但是这温度的感受上却舒适很多 但其实在下雨之前 闷热的感觉还是有的 而且最高温是突破了37度 是来到37.4度 地点是在彰化石一旦 而今天的天气算是很典型的夏季气候了 而就以这个上半天来说 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但是随着时间接近到中午之后 各地是陆续下起了午后雷雨 而且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还蛮多的 等等我们就先从第一张的雨量累积图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降雨分布状况 从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今天主要的雨区 就是从我们的北部地区 是比较集中的地方 然后沿着西侧继续地往中部来走 而且中部地区的雨时 还比其他地方来得明显多很多 不过到了现在这个晚上这个时间 雨都停了下来 而今天降雨的现象 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当中的食雨量 也是降得蛮剧烈的 就以下午的两点到三点的 这一段时间食雨量来说 在新北市的土城 还有南投的水里 相多达到了83.5毫米下的 真的很多 而这也很明显的 就是因为雷雨的关系 据于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 我们再从下一张的卫星云图 一起来看看明后天的天气变化 从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我们附近的芸汐是一股一股的出现 而且也都很厚 可以看到在我们今天上空 就被一层厚厚的芸汐所覆盖了 其中也产生了很多的对流银包 所以就要提醒我们观众朋友 主要的这样原因就是他 而明天我们的天气跟今天相比 也是蛮类似的 大多是多云道 请这个天气下午后雷雨的机会 还是有 特别要提醒我们山区部落的族人 就多多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状况 而至于明天的温度 呈现又是如何 我们再从下一张的地面天气图来看 从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北方的封面到了明天晚上的时候 会更加地向北抬升 主要的原因就是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是向西来伸展了 而这个高压的势力 在周日之前一天会比一天来得强 相对来说 未来几天我们的温度 又会以高温炙热的一个状态为主 以北部地区来说 预估明天的最高温的基本盘 36度是跑不掉的 注意部落里头 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奇效 平洞的狮子牡丹跟马洲最低温23度 高温是维持在32度 泰武来一根春日最低温降到22度 高温是来到34度 注意短暂阵雨 三地门屋台跟马甲最低温 降到19度高温 为止在34度 高雄的原厢地区最低温 降到4度地点是在桃源 而高温是来到了33度 甲义的阿里山温度是落在12到31度之间 注意午后雷雨的现象 南头的原厢地区最低温 降到13度地点是在仁海而高温 是来到了32度 台中的和平温度是落在17到32度之间 苗栗的原厢地区最低温降到20度 高温来到32度 同样注意午后雷雨 新竹的原厢最低温降到16度 地点是在前十月高温是来到了33度 北屋地区乌来跟父亲最低温20度 高温34度 宜兰的大同跟南澳最低温21度 高温维持在34度 灰连的部分 新陈花连市跟吉安最低温27度 高温是来到了33度 秀林跟万柔最低温19度 高温冲到了35度 寿风跟风冰高温是来到了34度 宜兰光复跟瑞水最低温24度 高温是来到35度多云的天气 浊西域里跟富里最低温是3度 高温是来到了36度 台东海岸线的部分 最低温降到26度 高温是来到了35度 多云的天气 纵谷地区最低温15度 地点是在海端的高温 是来到了33度 陆野台东市跟北南最低温25度 高温是来到33度多云的天气 南回地区最低温降到21度 而高温是来到了34度 亚美大沃住人的兰宇 温度速度在26到32度之间 外岛的连江金门跟澎湖 最低温26度 高温是来到了32度 外出看天气 让您出门不露气 明天中午前后 还是要提醒大家 外出记得攜带雨具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外出的话 容易会有雷雨的发生机会 而且之后几天 不下雨的状态之下 各地的温度都还是属于 高温炎热的状态 需要长时间待在户外的朋友们 所有的防止这种热伤害的工作 就一起一定要做好了 这就是今天晚上 到周末之前的气象预报